加过来,看啊,这个颜色,往饭上一盖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做的是酱油蒸鸡蛋 来,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把这个小葱或者大葱板切成葱花 我这个呢,是切成一公分长的小碎丁 香菜,放点香菜,没有香菜放点芹菜 没有芹菜的,你家冰箱有啥 什么小尖椒啊,怕辣,放青椒,青椒不辣 还有那个青椒的味道,怎么做都好吃 再放点蒜,蒜不要多,有蒜瓣就可以 手法,看准,这样,满壶 调酱汁,咱们在这儿调 家里有五香粉,放五香粉,十三香 也行,花椒面放上,也可以 油加上,二十克 明天加黄豆油 这是一两,拿满两勺,一两 再来一勺生抽提鲜 然后可以少放点,味精或者鸡精都行 这个就不用拌盐了 平面往菜堆上磕,这样不易掉杂子 好了,这样就可以 现在呢,上那可以少撒上点盐 还是用手这么撒,能撒得均 好了 蒸上多长时间,上圆气 十五分钟就好了 现在蒸好了 看一下 看看 我把这个啊,压 压过来,看啊,这个颜色 哎 这是个标准 看一下 这种吃法 看一种,来 咱们看,把这整个的 这样 捣碎 捣碎,然后拌 拌完以后 往饭上 一盖 然后你再看这样吃 能怎么样 啊,味啊,相当棒的 今天的酱油蒸鸡蛋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